科學研究能夠破除迷信 因為它鼓勵人們根據因果關係 來思考及觀察事物 非常一世界 恭喜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郭志全 我是志希 志希 我問妳 如果這個人家常講 如果早知道怎麼樣 我就不會怎麼樣 有沒有聽過這樣 有…我也常講 對嘛 就好像說 人家說千金難買早知道 對 但是呢 袁誠一也有講過一句話 你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有道理喔 不要說如果 我們只能看結果跟後果 好 那我現在就問妳 如果妳想改變事情的話呢 我想改變什麼 我想改變 我出生的家庭 蛤 為什麼 妳出生很平寒嗎還是不 我出生算不錯了 已經還不錯了 我爸媽都很好 那就好了 但是我想要體驗一下 當郭台銘女兒的感覺是什麼 唉唷 這怎麼會這樣 這叫我怎麼接呢 那妳為什麼想當有錢人的女兒呢 因為我覺得人生太苦了 好辛苦喔 所以妳想少奮鬥 少奮鬥個好多年 然後想知道不用奮鬥的日子 到底是怎麼樣 唉唷 所以說我們以前教的什麼 生於安樂 生於幽幻死於安樂 那都沒有用 對妳來講是沒有用的喔 對 我想要 生於安樂 蛤 好 我就成全妳 那我現在告訴妳 如果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妳改變過去 影響妳後面未來的發展 而且 但是效果不會馬上顯現 妳願不願嘗試 願意 太好了 那妳就在我面前跑 唉 好 繞著妳跑嗎 就繞著我跑 跑跑 快一點啦 快快快快 還要再快 快快快 那我要跑到什麼時候 跑到超過光速就好啦 那我就先扁妳扁到 好 讓妳看不到明天的未來 妳先不要扁我 這是有根據的 如果你超越時間 根本在整我 超越光速時間的話 等於時間暫停了 妳當然就可以改變未來啦 可是我又跑不到比光速快 那問題就對了 好不好 那我來幫妳問問看看 專家到底讓妳如何改變未來 好不好 來 我們趕快介紹 我們的第一位豪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豪平 第二位是我們劉燦榮博士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們天文學博士 顏吉宏 大家好 第四位是我們優福研究者 張有化 大家好 好 剛剛我們在討論這個 如果超過光速時間暫停 是不是就能夠改變過去 這可能是可以討論的 那我們又想說 如果在科幻電影中間 我們常常看到我們跟外星人 打仗探索外太空 還有一個故事讓人家津津樂道 就是 對不對 小叮噹 那豪平 對 豪平你有些什麼 穿越時空的故事嗎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蝴蝶效應這一部電影 他在講的故事就是說 男主角他有一個特殊的能力 他只要看著過去的日記 或者是錄影帶 他就可以透過這個回憶的片段 回到當初發生這個事情的時間點 所以他就改變了一些過去的事情 但沒想到呢 這些事情都會變成像蝴蝶效應 一件一件影響一件一件 然後讓他未來發生巨大的改變 這個是相當經典的科幻電影 關於穿越時空的 所以我們也是研究很深 真的 你在這邊拍蝴蝶拍個兩下 在那邊就刮起颱風了 對 就是這個 這麼小的震動 竟然在另外一邊刮起颱風 刮引起很大的震撼 對 這就是蝴蝶效應 這就是蝴蝶效應 不講得很淺顯易懂吧 是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主題 可以說就是 穿越時空 這是好萊塢等級的一個問題 是 如果比較新的話 我想講一個就是 我印象比較深刻 那個雷神索爾 雷神索爾她的女朋友 她是個天文物理學家 設定上是天文物理學家 她研究的就是 怎麼讓索爾從她的那個 她的那個國度來到地球上 從阿斯加來到地球上 對 從阿斯加來到地球上 那他們搭的是彩虹橋嘛 不好笑 那這個叫做墨河橋 墨河橋 墨河橋 她搭的是彩虹橋來 但是她女朋友研究的是說 她這個東西叫做 安斯坦羅森橋 安斯坦羅森橋 那這個東西 其實在物理學上 我們就叫它 就是蟲洞 所以它可以穿越很多的時空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還有其他以前 比方說像回到未來 而且前一年還有很多星際效應 這都是 穿越時空的一個經典的影片 所以我覺得就是 穿越時空這個主題 不在流行文本裡面 一定是一個非常流行的主題 所以今天我們討論的 就是好萊塢等級的東西 那我們這樣講 時空之旅好像出自於科幻小說 或者是電影之類的 但是好像真的有這件事情 志偉 劉教授 我還是講一個古墓 還是講古墓 OK 這是真的 在前幾年在廣西 廣西上司縣的一個地方 發現一座古墓 這個古墓給各位看 它這個墓非常奇特 它是用那個像 我們講的一般石 石頭很大的石塊雕成 很大的一塊石塊雕成 所以它是密合的 它用傷熱土整個外面來包起來 等於是一個真空狀態 那你可以看 它這個古墓裡面 它最奇怪的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中國的整個 所有古墓裡面 從來沒有挖過 一具古墓裡面上面的光蓋 等於那棺木的上面那個光蓋 光蓋子上面雕刻的 所謂的七顆星有沒有 這邊七 所以叫它七星巨關 或者七星石關 等於它是蜜蜂了 蜜蜂以後七號我不曉 它考古出土了很多文物 所以這個古墓非常特別 最主要它發生了一件 穿越時空的怪事 穿越時空的怪事 因為當時在挖的時候 剛才特別講 它是密封了 外面層層的那個夯土 把它封在裡面 那裡面文物打開 引起很大的一個爭議 因為它裡面有唐草的那個錢幣 開研通寶 那後來本來判斷說 可能這個古墓裡面的 是夫妻合葬墓 可能認為是唐草的 但後來不對 後來研究又 因為你知道那個衣服 衣服經過清洗以後 一看 是明朝的衣服 到底是唐草還明朝 就有爭議了 但後來 大家主流比較講話說 應該是明朝 因為你古幣可以收藏 可能這個夫妻喜歡 收藏唐草的古錢 然後帶到墓裡面去 而且它裡面的一些培葬品 幾乎都是明朝 那判斷應該是明朝 OK 那定案 明朝四百多年前 問題來了 它裡面發現一個東西 裡面這個古墓裡面 發現一個這種東西 它很小 它大概比一個指頭 算是一個戒指型的東西 這是什麼 但這個是銀色的 當時這個把它打 那個把它放大給各位看 後來你注意看這個是什麼 是一個手錶 手錶 四百年前的一個手錶 這個手錶你看很清楚 它有停留在10點06分 十針 分針都很清楚 十點06分的時候 真的好小 它旁邊 錶的那個側邊 還有一個弦鈕有沒有 以前那個手錶都要 轉那個 轉那個 這手錶應該距離現在 是應該幾年 明朝到現在四百多年 那你知道這個手錶 那個背面 背面考古學家還發現 把它清理又 它後面 還有廠牌 對 蓋一個梅花 一個澳下一個梅花 一個梅花 然後 真的假的 對 廠牌型號都有嗎 對 都有 那瑞士的鐘錶 應該可以到四百年前 不到 瑞士鐘錶這邊有特別長 兩百年 才多久 1904才開始誕生 1904大概一百出頭而已 一百出頭年而已 而且當時是比較 剛開始比較粗糙的手錶 你要做成戒指 這個更精細的 那更後面可能不到一百年了 所以大家奇怪 那這只有一個解釋 有穿越時空的現象 有穿越時空的現象 瑞士錶既然跑到明朝去 這個是考古出土 一個到現在無解的一個狀態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出土 不知道 所以這個很特別 另外我特別講 在貴州也有一個 中國貴州一個遵義的一個地方 它這個案例也很奇怪 這個案例你可以看 這是一個隧道 這個隧道 你如果從這個隧道車子 或者人從這邊進去的話 你帶手機 我們手機上面不是有時間嗎 時間顯現 對 你進去 這個隧道才四百公尺左右而已 你穿越這個隧道出來 手機的時間會倒退一個小時 很準 倒退一個小時 倒退一個小時 對 對 這個才最近的事 後來有記者去 印證就知道了 手機大家有 我去印證 倒退一個小時 會不會它這個 剛好這個隧道 是在我們的分界點 譬如說我們到日本時差 換日線 過一個小時 他就穿過去 但你如果穿過去 大概再往前走一公里 時間會恢復 又就回來 會回來 結果這個記者就帶手機去 走了十趟 有八趟 專業這個隧道的時候 時間是 退回一個小時 等於百分之八十的一個概率 但有的人去試 有的人百分之百 但有的人就沒辦法 很奇怪 可能手機的型號有關係 對 有些手機會 有些手機服務 他是講說 有一種科學的一種解釋 他說這可能 因為裡面倒退的 都是手機型號 特別的型號 特別固定 比如說都去壓什麼東西 特別廠牌 特別型號 只有那個型號才會 所以他們講說 是不是這個型號的在那個 我們知道手機有那個 發射器 是不是他們 在蓋那個發射器的時候 這個廠牌蓋發射器的時候 發射器跟發射器之間的 那個電波 產生了什麼樣那種干擾 或者什麼變數 不知道 所以只有這個手機會這樣 他們解釋這樣子 但無論如何 這個隧道就很怪 大家講說很奇怪 是不是有一個 穿越時空的隧道 那有花兄 你也有這種真實的案例 真正來講 實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 我們看 《悬案大揭密》 這本書是幽浮 雖然它翻譯翻得並不怎麼好 它裡面講到了很多 關於時空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能夠在幽浮裡面 你找到差不多19 90年代 甚至於是1880年代以後的東西 就是說 那個時候除了照相機 能夠拍這些實體以外 我可以告訴各位 很多實體拍了下來 他們都不相信說當年 200年前的倫敦長的什麼樣子 200年前應該沒有照相機 200年前 他們都用畫的 但是呢 他們講說透過時空接收器的接收 他們能夠把很多 各位來看 當人類還那個不知道火星的時候 我們只有抬頭看 看到的是金星 然後到了秋天以後可以看到火星 那地平線上來是第一顆就是金星 他們可以把很多火星的地圖 統統都畫了下來 那我想 這個是六幅地圖 123456 全部都是火星的 那請問 人類怎麼可能跑到火星 去繪製它的地圖 我們人類最多只能夠觀測 其實火星在文藝復興時代 大概都已經觀測到了 但是沒有人把它繪製下來 然而他們講說在發現的 所謂的幽浮裡面都有這些圖案 那你怎麼解釋 它說明了一件事 是不是回到了過去 是不是回到了過去 那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說你真要回到過去的話 就可以做實驗 就是很多國家都在做這一些實驗 但是這一些實驗 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做得不成功 在不成功的狀況之下 又有這麼多的東西出現 那你說要用什麼方式去解釋 正如同我們在古墓裡面 看到那個瑞士的表 一模一樣 這個東西在物理學上是很難解釋 那豪平啊 聽說這個心體投射 也有真實的這個案例 對 剛剛郭哥講到這個心體投射呢 它這個英文叫做Astro Projection 它其實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那個 之前一部電影叫做奇異博士 Doctor Strange 有啊 它有一個靈魂出鞘的場面 它這個東西叫做Astro Projection 就是心體投射 心體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說人類在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一個 另外一個次元叫星界次元裡面 會投射一個我們自己的形體 在我們的身體周遭 那這個東西它不受物理的限制 所以呢 剛才提到說要能夠超越光速啊 要能夠回到過去等等 這個就是唯一的突破點 因為當我們用這個 能夠突破物理限制 它就能夠去穿越時空的疆解 在因為我之前是研究很多 巫術相關的東西 其實在一個歷史悠久的巫術協會 叫黃金黎明 他們在曾經也有人 在他們的文獻當中發現說 他們聲稱透過這樣心體投射的方式 你可以想像自己到達不同的時空 甚至有的儀式 巫師會利用這樣子的心體投射 將自己的意識 就像蝴蝶蝦你們一樣 投射到過去 然後找到過去某個時間點 他沒辦法改變過去 可是他可以去真正再去體驗一次 當初發生的那些事情 他們會利用這個方式 修行者會去找回過去的自己 這個就是心體投射 他們可以達到的一個可能性 那這跟我們台灣的關若映有什麼差 關若映的話就是找的是祖先 找的是祖先 找你阿公阿嬤 這個你講的就是找過去 這不太一樣 但他其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為我們現在看很多先知或預言家 他們都說他們看到未來什麼的 你可能覺得說 他們是不是用占卜術等等 但也有可能 他們有一些人就利用 這樣的心體投射的方式 把自己對 投射到未來去看說 未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把未來的信息帶回來 這個可能就是預言家的真相 他們是進行了一個時空旅行 那如果照豪平這樣講 會不會之前流行的那個 就是催眠術 有沒有 催眠術 眼睛閉著 你回到當時你學李小龍 他就趕快打來套 那個大多數都是假的 那個要問浩平哥 浩平哥今天沒有來 他之前是翻譯 他會 他直接翻譯那個催眠嘛 對不對 催眠還可以把你催眠回到前世 就跟那個神話裡面的一樣的感覺 就回到前世去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我們下次可以做一集這個 也可以 剛才講那個心體投射 導致有一個案例 非常有名的是那個 美國大溫豪馬克圖溫 馬克圖溫 你知道他寫了很多 我們看過他什麼 湯姆利賢記 非常有名 大溫豪 馬克圖溫其實有一個 非常真實的一個案例 他有一次 晚上睡覺的時候做夢 那時候是有兩點 一個是要能夠 到得了未來 這一個 另外一個呢 是回到過去 但是我要講一個 能夠做得到的 科學上合理有證明的 是到未來 但是回到過去難度高 理論上可行 好可行 他說主婦其實有一個 非常真實的一個案例 他有一次 晚上睡覺的時候做夢 夢見說他弟弟死了 死了 躺在一個銀色的棺木 那個銀色棺木是架在 兩個板凳上面 架在兩個板凳 好像很臨時 等於說臨時的 放在一個板凳上面 他弟弟死的時候 胸前這邊有 那個放了很多紅色的玫瑰花 他就這樣做夢 夢見這個事情 以後的第二天 第三天 你知道他弟弟其實跟他是在 在那個密西西比河上 有一艘船叫 賓夕法林亞號 在那艘船上工作 結果那一天 馬克圖恩有事沒上船 沒上船 結果他弟弟上船 以後船裡面的鍋爐爆炸 爆炸以後他弟弟又上身了 死了 他弟弟死的時候 因為船已經離開他的故鄉 所以當時船上很多 很多沒有倖存的人 倖存的人就說 那這個大溫桃的弟弟 不能始無葬身之地 我們幫他出錢 大家募款 幫他臨時買了一具棺材 但因為是大溫桃的弟弟 所以棺材要買好一點的 銀棺 銀色的棺材 銀色的棺材 剛好美國當時的葬禮 有一個現象是 你知道我們去繞棺的時候 沾仰怡龍的時候會放一朵花 對 放的就是紅色的玫瑰花 馬克圖文這個案例非常有名 所以剛才講這個案例 他說這個心體投射 其實不一定靠巫術 這個有人在研究說 這個夢境裡面是不是人 夢 這個夢 人是不是有可能借助這個夢 穿越一個時空到未來去 看到未來發生的現象 所以當你醒來回到現在的時候 未來現象跟 所以我們有時候做夢 你看夢去哪一個地方 你們還在夢裡面 曾經這個整個場景非常清楚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 有人一直在研究這個 那最有名的案例 就是馬克圖文這個案例 他既然看到他基地死亡的現象 其實林肯總統也有 林肯總統是看到自己死亡的現象 馬克圖文這個案例非常清楚 就是說他有可能是回到 所謂回到未來 去看要發生的事情 但他又回來的時候 所以他抑制 剛才講的抑制 他有抑制的一種功能 這個劉教授講的 這個就是很簡單 就是叫做Dream Control 就是夢想成真 Dream Control Control是什麼 控制 控制 控制這個夢 控制這個夢 你沒有講錯 我沒有講錯 但是有點發音不標準 好 那既然剛剛 我們很多的尤化雄 劉教授還有豪平都有講到 證明了這些 穿越時空的這些真實的故事 那表示說它是存在的 那我們人類要怎麼做 才能夠達到這個時間旅行 穿越時空 這就要問一下岩博士了 好的 時間旅行到底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好 我們現在人存在的這個時空 是幾次元的時間 大家知道嗎 這我們不曉得 三次元嗎 我們常常都會講三次元 因為前進 後退 上下 前後 左右 上下 三次元 可是不是 我們的時空 是四次元的 四次元 加上一個時間 因為你要加上時間才叫時空 所以你能在時間旅行 這個才叫時空之旅 所以是四次元的時空 那你現在在我們科學界 要整個對時空能夠有了解 就一定要好好的研究這本書了 好厚 這一本太厚了 這是我們非常異世界 到現在為止最後的一本書 是 沒有錯 這是電話簿吧 拿撕下來是電話簿吧 沒有 這個裡面 這個都不是號碼的 這都有的 電話號碼的 都沒有電話號碼的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知識就是力量 這本書是可以打暈的 知識就是力量 知識就是力量 拿了橘子就跑 知識就是力量 對 知識就是力量 所以這個書 這個後是有原因的 這個是我念書時候的教科書 所以如果你把這本書 真的能夠讀得通透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 對 怎麼樣 時空之旅 但時空之旅有兩點 一個是要能夠 到得了未來 這一個 另外一個呢 是回到過去 這不是廢話嗎 但是我要講一個 在目前 我以為你會講哪兩點 這是 我們就是做不到才要問你 那現在你回答我們 我們還是做不到 不 我要講的是 能夠做得到的 科學上合理有證明的 是到未來 是到未來 但是回到過去 難度是很難度高 理論上可行 但是理論上有的 不代表現實世界有 回到過去我們請看電影 就能夠讓我們回到過去 好不好 電影就是讓人家 這個可以體驗一下 不可能到的人生 對 但是理論上可以 可是我能介紹 怎麼樣到達過去 也能知道怎麼樣到未來 未來是 絕對是可以實踐的 但是我這邊講 所謂的到未來 不是說到明天後天 而是說 藉由讓我自己的時間停止 然後別人的時間站長在走 然後我就等於到了未來 然後你要達到這件事情 就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的 運動速度要很快 光速 就剛剛我們說的 跑過光速對不對 不用跑過光速 你只要運動速度快就好了 你如果百分之五十的光速 那你就是時間 就延長百分之五十 那我就突然想到說 那些馬拉松選手 是不是一直想要前進未來 不過那個 那個其實速度差太遠 光速每秒是三十萬公里 所以你每秒要能夠 起碼跑到一萬公里以上 兩萬公里以上 這個速度的等級 三十萬公里 所以這個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你一秒要到地球七圈半 所以除非你是超人才有辦法 不可能 達到 所以如果你一旦到達 用光速在運行的話 那你的時間 就幾乎是停止不動了 所以就好像你去 葡島太陽道的龍宮去 然後或者是你進入 桃花園記裡面寫的 你就進入桃花園 所以外面的世界時間流失 跟你一點點的關係都沒有 你就永遠保持青春美麗 可是等你出來的時候 你年紀已經很大了 會嗎 旁邊的人是 旁邊的人都老 可是我還好好的 那是 那應該是我進去 然後你在外面活著 對不對 等我出來的時候 我年紀就跟你差不多了 這件事情是有實驗證明的 實驗證明 比方說我們把一個原子重 放在地球的那個軌道上面 把它送上地球軌道 然後讓它很快的運行 一回來比跟地球上面原子重一比 在這個地球軌道外面運行的原子重 慢了一點點 比較慢 所以它的時間是會延緩的 所以實際上實驗是證明的 所以只要你能 第一個到得了光速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在黑洞的附近 就像電影《星際效應》裡面演的 你待到黑洞的附近 因為黑洞它會扭曲那個時空 把你時間 因為每天應該往前走的時間走 突然間都被縮短了 那你的時間再也不會往前走 所以你就時間暫停 青春永住 好可怕喔 既然是滿困難的一件事 我們還不如在世間上 做些溫暖貼心的舉動 這個才能夠讓 讓我們的愛心滿人間 這什麼結論 結論就是說 既然沒辦法 因為有些人一直探討 時間暫留暫留 就像以前秦始皇 想要長生不老要對不對 但是他做了些什麼事呢 對世界上可能有貢獻 可能沒有貢獻 對不對 好 那既然是這樣 好像聽說還有這個 格子黑洞的VCR 可以看 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 黑洞其實是看不到的 我們黑洞就是看檢影 所以現在我們當代天文學 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拍它的照片 原子中是以原子共振頻率標準 來計算及保持時間的準確 那麼原子中是世界上 已知最準確的時間測量 跟頻率的標準 也是國際時間跟頻率轉換的基準 那麼用來控制電視廣播 及全球定位系統衛星的訊號 沒錯 想要知道的話 就讀這本書就對了 引力論 但是要讀這本書之前 這麼厚 先要有非常高深的 數學基礎理論 才來讀這本書 沒錯 加油 如果沒有那麼高深的理念基礎 可以拿來電湯 電鍋子 對 也可以拿來放在這裡 這樣打它 打它 它就不會有外傷了 所以現在我們當代天文學 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真的把黑洞找出來 拍它的照片 可是黑洞是看不到的 黑洞顧名思義是黑的 就是它不發光 所以我們怎麼看它呢 所以如果是 因為我們人看人 我們看到你的臉 帥 然後看到窒息是美 是看到正面 可是我們看黑洞的時候 是看到它的後腦勺 因為它的引力場很大 所以它會把後面的光 折到前面來 是 所以我們今天帶來這段VCR 就是我們天文所 中文院天文所做的VCR 模擬黑洞 如果你真的看到它的時候 會怎麼樣 來 我們看一下格子黑洞 對 請看 這個格子是為了我們讓它 有一個顯示的樣子 一個比例 對 一個比例 實際上它如果轉的時候 它你會看到 那個格子是什麼 就是它後面的時空 被你折到前面來了 就跟星際效應裡面 你看到的樣子一樣 所以你看到旁邊 你看到它為什麼後面 跟前面會是亮起來的 是因為黑洞在轉 所以你就看到它的後腦勺 所以正常的東西 是像地板這樣子 一格一格 但是透過黑洞扭曲 就變成一圈這樣子 沒錯 所以你如果 比方說郭哥平躺在這個上面 你就會在它前面 對 這邊一格一格的東西 你真的不太懂 這個從立體變成平面 然後從平面又變為想像 這個很難 對 黑洞就是扭曲時空 所以比方說我們時間 在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時間是往前走對吧 是 1秒 2秒 3秒 4秒 可是當你這個黑洞在這裡的時候 時間不走了 時間全部都往不走了 然後空間都歪了 歪了 所以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你後面的東西 光從前面看到到後面來 你後腦勺變在前面了 就是什麼都扭曲了 什麼都扭曲了 時空就是扭曲的 它是1秒 5秒 3秒 2秒 5秒 1秒這樣走 不會倒退 不會倒退 我以為你懂了 我以為我懂了 就是以前是1點 2點 3點 4點 就是1點半 1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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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是1點半 那到了3點半之後就更糟了 就要嘎票了 就嘎票了 去跑銀行 永遠都是3點半 3點半 好 這是我們的這個格子黑洞 至少能夠證明 就是說能夠在天文學上面 是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 目前沒有看到 目前沒有看到 它那個是側影 模擬 對 模擬看到黑洞背面這個光影 對 我們就是現在看不到 但是我們要去看 你要去黑洞旁邊做時空旅行 你要到黑洞旁邊 是 你要到黑洞旁邊 你要先知道它附近長了什麼樣 那我們要去找 所以就先做一個模擬說 如果你真的看到黑洞的時候會怎麼樣 接下來再去看 看完了之後就知道 會是什麼狀況 因為 這黑洞的後腦勺 那黑洞的剪影 聽說也有可以做成VCR 對 黑洞的剪影 就是它看起來的影子是怎麼樣 所以如果我們把 附近的東西都放進去的話 比方說讓一個黑洞不會轉 變成會轉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後面的影子 會變成什麼樣了 比方說 VCR 好 那我們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黑洞的剪影的VCR 中間是黑洞 它是黑的 可是後面應該是會看到亮的 它現在黑洞不轉 那我現在開始讓黑洞轉 轉 它現在在轉了 所以你一轉了之後 旁邊就開始亮了起來 轉越快 你旁邊看到的東西就越多 你的後腦勺就看到越多 它旁邊那個亮的地方 就越好 日食的畫面 對啊 其實呢 它就是日食 這跟日食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光線經過日食的時候 也是會扭曲 這個扭曲的現象更大 所以你人如果到這個旁邊 如果到這個旁邊去 你的時空就暫停了 你就會回到未來 到未來 這個畫面我也曾經看過 我在這個台大醫院看過 這個眼球的視網膜 對 很像 很像 對 所以黑洞是一個 可以提供給我們做 時空旅行的一個跳板 照剛剛這樣講的話 這個時間旅行 難道都無遠佛街 沒有辦法限制它嗎 唯一一個限制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搭乘一個 光速往前走 就往前走 那就是回到未來了 可是你要回到過去 難度就很高了 這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先製造一個東西 叫蟲洞 蟲洞 比方說怎麼講呢 比方說我這張紙上面 有A跟B兩個點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它最短的距離是怎麼樣 折起來 折起來我們已經知道了 破梗了 沒有錯 我們主持了100多集了 連這個都不知道的話 就糟糕了 是的 所以我們 要不然不知道的人 以為蟲洞 就是叫唐蟲津來動一動 這是不對 沒有錯 蟲洞 顧名思義 就是把它折起來 所以A點跟B點呢 就在一起了 直接就過去了 漂亮 這個時候我如果把A點 放在黑洞旁邊 B點讓它正常的時間流逝 就是十年之後 好 只要一天 不要講一天之後 B點的一天是A點的多少 一年 然後再過十天 所以B點的十天 就是A點的十年 好 這個時候你再從 B點穿過去A點 你就怎麼樣 老了十歲 回到過去了 就會唱陳奕勳那首歌 對 你就回到未來了 十年之間 你就回到過去了 我本人是你 你從A點穿過來 就回到過去了 但是他那個穿過來 用人類現有的因素 你還是無法穿透 你必須你要用光束 這個就是說雷根總統在 執行星戰計畫 你不要看 他現在在做反導系統 其實星戰計畫裡面 它是延續著費城實驗 那費城實驗各位知道 它的的確確讓戰艦 短暫消失 但是並不成功 但是賓州實驗 它實驗了四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 我讓戰艦消失 要讓戰艦消失 你就必須要有極高的動能 而這種極高的動能 他們估計過 人類大概能夠破音速的14倍 就是14音速 但是1音速各位去想想看 1音速等於1025公里 1025公里 那你乘上10 那你乘上10好了 或者乘上15好了 都可以高達2萬公里 但是光速呢 1秒 30萬公里 30萬公里 所以你14倍的音速 沒有辦法穿透 他們做了這個實驗 那賓州實驗它做了第二個 就是做那個電腦 就是超級電腦的運算 當它超級電腦運算出來的時候 它告訴你 人的確是可以穿透 但是 把所有的 全世界的核能廠集合起來 你產生的動能 距離人類最近最近的光年 大概是15光年 對不對 岩博士 對不對 大概 大概15 請回答 15光年 好 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集合全世界的核能發電廠 大概你走不到2光年 對 這滿困難的 不過這個方向 這個方法 有三個限制 方向是對的 但是這個方法有三個限制 第一個你要先開一個蟲洞 但自然界當中像我們 就在我們平常生活當中 其實充滿蟲洞的 真的 但是尺寸非常小 10的負30幾次半公尺 看不到 蟲洞你現在如果說可以找到蟲洞 蟲洞 它可能1分之1秒存在這個地方 你要把它這個蟲洞打開 你必須要很大的一個撞擊力量 這個蟲洞一旦完成打開了 人可以穿越時空 那我穿越時空回去我祖父那個連帶 我把我祖父殺掉了 祖父死了以後就不會生我父親 我父親就不會生我 那我現在這個人到底怎麼存在 它叫主物佩論 所以有人提出說蟲洞不能打開 不能研究 一打開以後歷史會整個混亂 混亂 有什麼時候可以找到蟲洞 蟲洞 它可能1分之1秒存在這個地方 你要把它這個蟲洞打開 你必須要很大的一個撞擊力量 這個蟲洞打開 讓它停留時間 停留時間久一點 人才有辦法穿越過去 對 自然界的黑洞很小 自然界的黑洞非常小 但是平常生活當中都有 它就是自然界的一個 力量的長落 好 你現在有一個黑洞 第二個你要把這個蟲洞 開到跟人一樣大 大 那你要什麼東西呢 放大鏡 不是 縮小燈 縮小燈 把人縮小就可以了 把人縮小像蟻人一樣 對 你有嗎 你還要把蟻人縮到更小 比電子 原子都更小 所以你必須把那個東西 想辦法撐大 你要怎麼撐大它呢 你需要 黑暗能量跟黑暗物質 就是你需要反物質去撐大它 第二件事你要把它撐到很大 然後第三個問題呢 你要維持它 你就要有個物質去維持它 這是反物質 第三件事情更難了 人一旦穿過去之後 你要怎麼回來 不 會發生一個因果律的問題 你想進去就不要回來 因為你 比方說我今天開了一個蟲洞 在我跟你之間 然後過了十年之後 我回去 我回去找我自己 可是我的自己 她還是會 她的未來就是會經過這個蟲洞 你會造成一個時空的輪迴 這個輪迴呢 會毀壞這個黑洞 會毀壞這個蟲洞 真的 這個其實有一個爭議 叫祖父佩論 也叫祖母悖論 對 祖母悖論 有科學家提出就是說 如果這個蟲洞一旦完成打開 人可以穿越時空 OK 好 那我今天 現在的我 你看到現在我這樣死 那我穿越時空 回去我祖父那個年代 我祖父那個年代 然後我把我祖父殺掉了 或者把我祖母殺掉了 那我祖父不是死了嗎 就沒有你了 對啊 我祖父死了以後 就不會生我父親 我父親就不會生我 那我現在這個人到底怎麼存在 它叫祖父佩論 祖父佩論 所以有人提出說 蟲洞不能打開 不能研究 一打開以後歷史會整個混亂 混亂 但有科學家提出說 這個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剛才有提到 就是字眼的世界 裡面有人這個整個空間 有所謂的平行宇宙 就說剛才祖父那個宇宙 它存在一個空間裡面 一個平行宇宙的另外 比如說在上面 我們在下面 你去殺掉那個祖 祖父 那個禁城 那個祖父在那個時空裡面消失 它不會影響到這個時空裡面的 一個概念 另外剛才講說這個蟲洞 其實在中國古籍有很多紀錄 在晉朝那個南北朝時期 一個任訪寫的書衣記 它記載了很多當時的一個 民間的一些傳說或者目擊現象 裡面有提到一個爛科山 爛科山現在在中國大陸 還有在浙江 爛科山一個洞裡面 地上有擺一些圍棋 有沒有 這個爛科山當時是 外面這邊有那個石碑 寫爛科仙人下棋的一個地方 下棋處 為什麼這個故事會特別 被拿出來跟時空 這個專業時空有關係 當時它裡面寫的是說 當時晉朝有一個叫王子 這個王子是一個僑夫 他上山砍柴的時候 帶了一把斧頭 走一走… 斧頭掉到湖裡面去對不對 那一個神仙就出來了 就說你釣的是不是金蠔 金蠔 他很誠實的就說我釣的是金蠔 這也是一種講法 是不是 那有一種講法是說 我們以現在的一種科學眼關去看 是這個王子他走一走 突然間進入蟲洞 他到這個所謂的 剛才看的那個山洞裡面 進入這個山洞 看到兩個仙人在下棋 看著他覺得很露迷… 然後這個仙人的旁邊 那個服侍仙人的小童子 還拿了飲料 茶 那個什麼飯 米飯給他吃 吃一吃他就一直看 看一看那個童子跟他講說 時間很久了 你該回去 結果他一回來 他手上戴了 剛才說他巧呼 砍柴的時候帶了那一把斧頭 斧頭叫柯 柯文哲的柯 所以這一隻山叫爛柯山 為什麼叫爛柯山 因為他出門的時候 那個斧頭那個木柄已經爛掉了 表示時間經過很久 木柄要爛掉 已經被腐爛掉 已經爛掉了 對 這個王子後來就回到 他的村子裡面 村子裡面沒有一個人認識 彼此不認識 因為時間過太久 已經過太久了 已經過太久了 但他還保持原狀 表示說剛才講的 他的時間停留了 前面這個外面的世界 繼續往前走 所以擺槽換袋 換到自己在已經不知道了 已經不知道 這個爛柯山這個紀錄 他其實就要講 古代其實有很多這種案例 超越實況的案例很多 很多 我特別再講一個 我個人覺得很有興趣 是1985 這比較接近 對 1985在新幾內亞 新幾內亞一夜的時候發現 他在新幾內亞草原上 發現一部飛機 大家想是不是狂難迫降 一定想讓這樣迫降 後來進飛機裡面去看 看到裡面的報紙 是1937年的報紙 等於48年前的一個報紙 裡面那個保溫杯裡面的咖啡 還是熱的 還是熱的 煙蒂煙飛什麼都還在 而且這個飛機看起來外面很新 他去按那個電門的時候 還可以啟動 油也還滿多的 一切都如新 一切都很新 但後來一查這部飛機是 這個剛才講48年前 剛才報紙以前 48年前從菲律賓 要飛完明達納爾的 那個一部飛機 失蹤了 失蹤以後 既然在這邊出現 那裡面的人呢 不見了 不見了 他們講說是不是這部飛機 穿越時空到這個地方 48年前的飛機 還這麼新 咖啡還熱的 報紙什麼都還在 雜誌都還在 問題是為什麼48年前 以前突然間跑到這個世界來 剛剛講到就是說 如果那個雙生 就是嘱咐悖論 平行時空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個 就剛剛我講 你穿過蟲洞之後 其實你會讓整個蟲洞 給毀滅 其實這件事情 經過數學家計算 有一個很 大家都很 可能都知道這個數學家 Steven霍金 他要提出這個說法 就是說自然界可能會保護 你回到 就不會有讓你回到過去這個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都可以很容易的 從現在回到過去的話 那照道理講 我們現在的時候 應該要很多 來自未來的人才對啊 對吧 你不覺得有話胸就是從未來來的人 可能他也不敢講 所以這就是說 如果你的時空旅行 真的是可以這樣穿梭自如的話 從這邊來 從這邊去 都一樣容易的話 那照道理 你應該會有很多從未來 來自從未來回來 到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的人 但是沒有 所以 科學家就會提出一個假說說 真的能夠做時空旅行 這只有到你能打開 從中那個時間點為止 要不然的話 你就是回到這個點 不能再無限制的往回回溯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 我們剛剛聽了那麼多 他有兩個 現在美國軍方都還正在做的 他是說 當人類的核能跟其他的東西 你無法打開蟲洞 你無法快速通過的時候 他們想到了一點 當人類的核能跟其他的東西 你無法打開蟲洞 你無法快速通過的時候 他們想到了一點 就是說人類如果 能夠 閃電 穿過蟲洞 那是沒問題的 因為畢竟人為的電力 是人為產生的 它受我們腦子的影響 但是天上的閃電 它如果它發生的是天災的話 絕對比我們人為的電力 還要來得可怕 他說這是一個 他說另外一個 他說人類穿過蟲洞 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也不必變小 隱形 隱形也可以 隱形那也可以穿透 只能叫哈利波特來了 隱形的斗篷一弄 我就可以穿越蟲洞 但是 不是 不是 但是這種隱形的話 你需要的動能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它賓州實驗的結果 當然它這個成果是失敗的 但是它三個地方成功了 隱形戰機終於出來了 第二個 超級電腦 終於出來了 它那個運算量就很大 然後他說第三個 就是很多21世紀 稀奇古怪的東西 尤其是軍事武器 都會出來 所以 費城實驗是一個失敗的實驗 賓州實驗 它雖然也是以失敗告終 可是它開啟了另外一個方向 再者 我們講到那個蟲洞 它是說可以從 可以從那個幽浮的很多人 幽浮 它都是強述光力照射 然後突然不見 突然不見就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被光吸上去 第二個是 暫時讓它隱形 然後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到了幽浮的世界 所以我們今天去看 無論去研究蟲洞的 或者是研究黑洞的 那甚至於說未來 人類可不可以邁向未來 走到未來是可以 不過這邊我補充一件事情就是說 剛剛有畫哥講到能量 其實我們現在知道的能量 可以轉換成物質 1等mc平方 這大家都知道 能量可以轉換成物質 這種物質呢 我們所熟知的 科學演化到現在400年來 我們只能 知道這宇宙當中 4%而已 所以物質只佔宇宙總的 composition 就總的組成4% 我們知道的物質 包含反物質 其他還有70%是暗能量 那如果你真的要創造黑洞的話 其實你應該要往真空能量 或暗能量這邊下手 所以它是自然界本身的一個能量 我們要掌握 這應該是更大 那至於我們一般的能量跟 你要創造這個能量來講 其實差距還滿大的 是 好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這個討厭 討厭 不是討厭 討厭 討論 這個時空旅行 穿越時空 回到過去穿越未來 這個我們討論了那麼久 當然這個我們有博士講了 這個可能對觀眾朋友 是比較艱深一點 但是我們還好有花兄 就是讀那本書就好了 讀那本書真的是太難 那還有有花兄跟這個劉博士 有探討這個古文明 真的有這些穿越時空的故事 這就耐人尋味了 所以說我們這個除了用科學的佐證 我們盡量幫觀眾朋友 找答案之外 我們也盡量把這個大家 艱深難懂的這個問題 我們就會把它 簡單一下告訴大家 或者是你就直接去被車撞 或者滾下樓梯 撞到玻璃 說不定那一瞬間 你就回到過去 你就再見了 回到過去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我們盡量找答案 給大家知道 記得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11點 要準時收看我們 非常異世界 謝謝 拜拜